大家好,我是天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全境封鎖資料片 今天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墜毀無人機的情況 暴動 由於缺乏醫療支援和補給品 全城的民眾陷入了... 傷亂 而聯合作戰部隊則以武力控制整個局勢 這畫面顯示了一群聯合作戰部隊人員 證監守著防線 抵擋暴力攻擊者 所以那些惶惶的是人嗎? 無人機怎麼都拍...怎麼拍這種照片 而且還每一個... 都是齁 沒有一般的照片 適合作戰部隊被迫臨時弄出個亂杖鋼 亂杖鋼 城市裡死傷無數 通往疏散地點的交通 此畫面顯示一處從市中心區經過林肯隧道 已進入城中區的檢查點 聯合作戰部隊正在疏導車流 建造圍牆 暗區是個雄心勃勃的計畫 因為絕望而企圖將城市區分開來 以保全尚未感染的部分 此畫面顯示了兩棟建築間所造的第一堵牆 我覺得它真的...造牆 真的...是有點...扯 聯合作戰部隊在疾病流行的初期就隔離了幾棟建築 此畫面顯示了健康的平民被護送到自己的家 只因為那些建築物已經遭到封鎖 運輸 在疾病流行的初期 聯合作戰部隊運輸了大量的物資和零件 此畫面顯示了運輸貨櫃中有建築材料和車 裡面的東西有很多是要拿來建造暗區的圍牆 我想說物資和零件我是不是可以去拿 搶那個我就有無限的零件可以用 爆炸 進化者使用了凝固氣油彈 整個城市中...在整個城市中到處肆虐 此畫面顯示了地獄廚房所發生的攻擊 當地的加油站使得破壞程度更嚴重 暗區 暗區計畫的一部分是要將市民完全撤出 此畫面顯示了活著的市民被送上公車代理 死去的市民則在亂葬崗中被處理 整個城市還有很多類似的集體掩埋地點 就他剛剛提的這個公園 不然站剛剛這個公園是中央公園嗎 如果是的話 我去那邊什麼都沒有啊 補給品 災難緊急應變署的補給運輸 完全曝露在武裝攻擊者的虎口之下 此畫面顯示了被武裝暴徒攻擊下的補給貨車 同時手無寸鐵 但又想保護食物和藥品的工作人員與義工 他們的生命正危在旦夕 即使身在危機之中 民眾偶爾還是會從事原本的一般生活 在此畫面中 難民們舉辦了一場籃球賽 而且他們當中許多人從未磨面過 我覺得這種 看起來就是有一種溫馨感 在這類似世界末日的狀況下 交通堵塞 許多街道由於駕駛人的魯馬或檢查點的管控而交通堵塞 此畫面顯示了民眾 遺棄他們的車輛 要找到其他方法出城去 遺棄存者訓者 遺棄存者軍隊在城市中部署了大隊人馬 建制設施 似乎是外了長期的任務做打算 此畫面顯示了正在訓練中的遺棄存者士兵 醫院 病床和醫護人員的缺乏造成整個城市內亂不已 此畫面顯示了一群急需救助的民眾 以及少數以外保護封鎖線的聯合作戰部隊 被人員正互相對峙 人道救援 人道救援組織和義工在城市中設立了許多庇物所和糧食發放中心 此畫面顯示了一處教堂正在發送食物、飲水和貓灘給需要的民眾 兩合作戰部隊的審核 幸存者軍隊對待平民的手段十分惡劣 此畫面顯示了民眾於冠經過幸存者軍隊的檢查點 而有些人一經發現違反了他們的規則 就被當場射殺 太恐怖了吧 那... 補給線 然後坐在目隊與災難緊急應變署 建立了一條包羅萬象的補給運輸管道 此畫面顯示了一隊補給貨車正在進程 那...今天的情報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可以幫忙按喜歡分享出去 訂閱我們的頻道獲得追蹤影片的資訊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